爸 爸 爸 亮亮 亮亮小心 爸 儿子 亮亮 儿子亮亮 亮亮 有没有事 你让开 你刚才叫他什么 我 我 我问你刚才叫他什么 我 郭邝玉 别听他胡说 欧大志 我早就怀疑这孩子是你们两个的 你跟我说 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你不要敢做不敢当 你说 是不是 没错 欧大志 你 尽量他就是我儿子 欧大志 你让我说 金光月 你给我听清楚了 亮亮 他就是我欧大志亲生的儿子 你 你 你 广玉 不是 滚 别听他胡说 别听他胡说八道 不是 是 我呢 帮帮 与光玉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欧大志 你表面上假仁假义 没想到你被弟弟 干这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让我戴了 这么多年的绿帽子呀 你不得好死 你该死啊你 爸爸我是你儿子 滚 灵灵 我不是你爸爸 方忠灵 我对你们母子这么好啊 我爸对明明的爱 都放到了你们的身上 没想到 你们竟然这样来对待我 欧大志 你记住了 你的报应 会落在你的头上的 你们给我滚 全都给我滚 我不想再见到你们 滚 好 啥 啥 啥 大人 众粮 莫大志 你疯了吗你 走 还要我送你吗 不管怎么样 我是荆家的女主人 就算离婚的话 这家产有我的一半 无耻 你都这样对待我了 你还有脸跟我提家产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就算亮亮不是你亲生的 这财产我也有份的 你给我滚 我不想见到你们 滚 爸爸 你不要这样 我是你儿子 你不要抱歉我跟妈妈 爸爸 亮亮 我不是你爸爸 我再说一遍啊 你这个坏女人 还有你 你们两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休想分我一点财产 光瑜 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准备好了 签字吧 离婚我同意 但是这财产分割我不同意 我们是合法夫妻 我有权利分家产 方忠灵 你以为通过法律途径 你就能占到便宜了吗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没有签这个 我没有签这个这是作假的 你们作假 作假 不 这是你亲笔签字同意的财产公正协议书 好好看一下内容吧 非常清楚 如果你和光瑜离婚了 你将放弃所有家产 等会儿啊 喂 光瑜啊 中岭啊 我现在在外边呢 有两份紧急的合同啊 你赶紧给签一下啊 快点快点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这儿啊 你们这些骗子 你们骗我签字 你们这群骗子 你们这群混蛋 撕吧 这是副本 正本在我这儿呢 剑光瑜 我们结婚十几年了 你就这么对我 我们确实结婚十几年了 但是你都做了些什么 亮亮是你和欧大智的儿子 让我戴了十几年的绿帽子呀 本来啊 我以为我用不着这东西了 没想到 你们有合同是吧 我也有 谁没合同啊 看看 白纸黑字写着呢 金明生前写的 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亮了 所有的财产都给亮亮了 不用看了 不管合同上写了什么 都是废纸 因为金亮根本不是光玉的儿子 也就是说 他在法律上 没有任何的继承权 当然了 这些废纸你可以留着 留着做个念想 提醒你别忘了 你曾经对金明做了什么 汪雨琪 你不要太过分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善罢甘休 你又能怎么样呢 金光玉 我看我这顶绿帽子 是给你戴对的 你活该 你就是一老混蛋 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 你给我滚 现在就给我滚 爸爸我求你了 别让我跟爸爸走 我以后保证听话 我要好好学习 我求你了爸爸 方忠林 带上你的儿子赶快滚 从此以后 不许你们踏进金家半步 爸爸求你了 求你别让我跟爸爸走 我以后保证听话 我要好好学习 爸爸 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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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出息好不好 你给我记住了 你记住今天他们是怎么 赶我们走的 金光玉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会放过你们金家的 爸爸 走 爸爸 走 爸爸 走 走 走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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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混蛋 你 你 瞧你这点出息 你得振作起来 玉琴啊 谢谢你啊 光玉 能帮的我都帮了 以后 你就好自为之吧 你 欧大智 方忠灵 我跟你们没完 忠灵 你在这儿干嘛 我担心你们会出事 我不放心你跟亮亮 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拎着箱子要去哪儿 我被骗在财产公正书上签了字 而且我中了金光玉的圈套 他让我尽身出户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分家产都没有分到 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能有什么打算 那 准备住哪儿 不知道 我 现在已经搬到卫红那儿去了 你跟 你跟亮亮就 你们就搬到我那儿去住吧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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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总 你感觉好点了吗 大夫 我这腿怎么动不了了呀 你呀 中风了 中风 严重吗 你的病啊 送来的时间太晚 耽误了治疗 恐怕你以后啊 就离不开轮椅了 怎么会这样啊 你说怎么会这样啊 这种病啊 本来就和生气动怒有关 你以后啊 可千万不要再生气了 金总 消消气 醒醒醒醒 醒醒醒了 来来来 进来 来 坐 来 坐 妈 我不想在这儿待着 我要回家 来 亮亮 来来 你爸呢 现在在生你妈的气 等他气消了以后呢 你妈就带你回去 好吧 都是因为你 让我爸把我和我妈赶出家门 亮亮 别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八道 要不是她的话 咱们家会乱吗 金亮 好了 孩子太小不懂事嘛 你那个脾气 你那个脾气啊 别那么大好不好 动不动就跟他发脾气 来 金亮 走 我带你去看看房间 来 走 好 虽然我չ 妖子 我 虽然你 众龄 你就安心地住在这儿 好吧 要不是以前我辜负了你 这儿早就是我们的家了 别想那么多了 都过去了 我怎么能不想 毕竟我们有那么多年的感情 还有亮亮的 大芝 以前都是我不好 是我做错了 现在我跟金光玉已经分开了 我们能不能破均重圆 你 我 还有亮亮 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 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大芝 众龄 对不起 过去了 真的一切都过去了 别再想了 好吗 你放心 你和亮亮两个人的生活 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你就安心地住在这儿 好 别再想那么多了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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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